阿Q正传 作者 鲁迅 第一章 序 这是为LibriFox.o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LibriFox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Libri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riFox.org的网站 阿Q正传 第一章 序 我要为阿Q做正传 已经不止一两年了 但一面要做 一面又往回想 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 因为从来不朽之笔 虚传不朽之人 于是人以文传 文以人传 究竟谁靠谁传 渐渐的不是了然起来 而终于归结道传阿Q 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素朽的文章 裁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 第一是文章的名目 孔子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 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 篆的名目很繁多 列篆 自篆 内篆 外篆 别篆 家篆 小篆 而可惜都不合 列篆嘛 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摆在证实里 自篆嘛 我又并非就是阿Q 说是外篆 内篆在哪里呢 倘用内篆 阿Q又绝不是神仙 别篆呢 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运 宣复国使馆立本传 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图列传 而文豪爹根斯也做过博图别传这一部书 但文豪则可 在我辈却不可的 其次是家传 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 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 或小传 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 总而言之 这一篇也便是本传 但从我的文章着想 因为文体碑下 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 所以不敢建称 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 所谓闲话修题言归正传 这一句套话里 取出正传两个字来 作为名目 即使与古人所传 书法正传的正传 字面上很相混 也顾不得了 第二 立传的通力 开手大抵该是某 自某 某地人也 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 有一回 他似乎是姓赵 但第二日便模糊了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 尽了秀才的时候 锣鼓堂堂地抱到村里来 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 便手无足蹈地说 这与他也很光彩 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 细细地排起来 他还比秀才长三倍呢 其实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劲了 哪知道第二天 帝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 太爷一见满脸见猪 喝道 阿Q 你这混小子 你说 我是你的本家吗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 抢尽几步说 你敢胡说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 你姓赵吗 阿Q不开口 想往后退了 赵太爷跳过去 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 你哪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 只用手摸着左夹 和地宝退出去了 外面又被地宝训斥了一番 卸了地宝二百文九千 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 自己去招打 他大约未必姓赵 即使真姓赵 有赵太爷在这里 也不该如此胡说的 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士族来 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第三 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 他活着的时候 人都叫他阿Q 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了 哪里还会有卓之竹伯的事 若论卓之竹伯 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 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 我 阿Q 阿贵 还是阿贵呢 唐使他号叫月亭 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 那一定是阿贵了 而他既没有号 也许有号 只是没有人知道他 又未尝散过生日争闻的帖子 写作阿贵是武断的 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 那一定是阿贵了 而他又只是一个人 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 其余音缺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 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冒财先生 谁料博雅如此功 竟也茫然 但据结论说 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性青年提倡羊子 所以国粹伦王无可查考了 我的最后的手段 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 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 说案卷里并无与阿缺的声音相近的人 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 还是没有查 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 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 只好用了羊字 照英国流行的拼音法 写它为阿缺 略作阿Q 这既于盲从新青年 自己也很抱歉 但茂财工尚且不知 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 是阿Q的籍贯了 坦他姓赵 则据现在号称俊旺的老力 可以照俊明百家姓上的注解 说是龙兮天水人也 但可惜这姓是不识可靠的 因此籍贯也就有些绝不定 他虽然多住卫装 然而也常常塑在别处 不能说是卫装人 即使说是卫装人也 也仍然有乖使法的 我所聊以自卫的 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 绝无俯会假借的缺点 颇可以就证于通人 至于其余 却都非浅穴所能穿凿 只希望有历史辟 与考据辟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 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序来 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 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一章 完 阿Q正传 作者 鲁迅 第二章 优胜纪律 这是被librifox.o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录音都没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Libri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rifox.org的网站 阿Q正传 第二章 优胜纪略 阿Q不独是姓名 籍贯有些渺茫 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 因为卫装的人们 至于阿Q 只要他帮忙 只拿他玩笑 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 而阿Q自己也不说 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 监货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破的多了 你算什么东西 阿Q没有家 阿Q没有家 住在卫装的徒古寺里 也没有固定的职业 只给人家做短工 割脉便割脉 充米便充米 撑船便撑船 工作略长久时 他也获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 但一晚就走了 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 也还记起阿Q来 然而记起的是做工 并不是行状 一前空连阿Q都早忘却 更不必说行状了 只是有一回 有一个老头子送羊说 阿Q真能做 这时阿Q赤着脖 懒洋洋的 瘦啵啵的 正在他面前 别人也摸不着 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 然而阿Q很喜欢 阿Q又很自尊 所有卫装的居民 全部在他眼睛里 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 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 夫文童者 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 赵太爷 前太爷 大受居民的尊敬 除有钱之外 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 而阿Q在精神上 独不表格外的重逢 他想 我的儿子会困得多了 嘉宜进了几回城 阿Q自然更自负 然而他又很比拨城里人 譬如用三尺长 三寸宽的木板 做成的凳子 卫装叫长凳 他也叫长凳 城里人却叫条凳 他想 这是错的 可笑 油尖大头鱼 卫装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 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 他想 这也是错的 可笑 然而卫装人 真是不见世面的 可笑的乡下人和 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监鱼 阿Q先前阔 见识高 而且真能做 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 但可惜他体质上 还有一些缺点 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 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赖窗疤 这虽然也在他身上 而看阿Q的意思 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 因为他会说赖 以及一切尽于赖的音 后来推而广之 光也会 亮也会 再后来连灯 竹都会了 一范会 不问有心与无心 阿Q便全巴通红的发起怒来 估量了对手 口乐的他便骂 力气小的他便打 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 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 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 大抵改为怒目而逝了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 卫装的闲人们便欲喜欢玩笑他 一见面 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嘿 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 他怒目而逝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 他们并不怕 阿Q没办法 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 这时候 又仿佛在他头上的 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赖头窗 并非平常的赖头窗了 但上门说过 阿Q是有见识的 他立刻知道和范记有点抵触 便不再往底下说 仙人还不玩 只聊他 于是中而置于打 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 被人揪住黄辫子 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 仙人这才心满意足的 得胜的走了 阿Q站了一刻 心里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于是也心满意足的 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 后来每每说出口来 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 几乎全知道 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以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 仙人就先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 是人打畜生 自己说 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便根 歪着头 说道 打虫制 好不好 我是虫制 还不放吗 但虽然是虫制 闲人也并不放 仍旧在究竟什么地方 给他碰了五六个小头 这才心满意足的 得胜的走了 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 然而不到十秒钟 阿Q也心满意足的 得胜的走了 他觉得 他是第一个能够自清自荐的人 除了自清自荐不算外 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 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 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 又和别人调笑一通 口角一通 又得了胜 愉快的回到屠骨寺 放头 放倒头 睡着了 假使有钱 他便去压排宝 一堆人蹲在地面上 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 声音他最小 青龙四百 黑开了 庄家揭开盒子盖 也是汗流满面的唱 天门了 脚回了 人和穿堂空 在那里了 阿Q的铜钱 拿过来 穿堂一百 一百五十 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割营之下 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 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 站在后面看 替别人着急 一直到散场 然后练练的回到屠骨寺 第二天 肿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 赛翁师马 安之非福吧 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 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卫装赛神的晚上 这晚上 照例有一台戏 戏台左近 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 做戏的锣鼓 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 他只听得庄稼的歌唱了 他迎而又迎 铜钱变成脚羊 脚羊变成大羊 大羊又成了蝶 他兴高采烈的非常 天门两快 他不知道谁和谁 为什么打起架来了 骂声 打声 脚步声 昏头昏脑的一大阵 他才爬起来 赌摊不见了 人们也不见了 身上有几处 很似乎有些吐 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 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 他如有所思的走进屠古寺 定一定神 直到他的一堆羊钱不见了 赶赛会的赌摊 多不是本村人 还到哪里去寻根底呢 很白很亮的 一堆羊钱 而且是他的 现在不见了 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吧 但还是 但还是忽忽不乐 说自己是重置吧 也还是忽忽不乐 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 他请起右手 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 热辣辣的有些痛 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 似乎打的是自己 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 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虽然还有些热辣辣 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第二章 优胜纪略 完 RQ正传 作者 鲁迅 这是为LibriFox.o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Libri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riFox.org的网站 阿Q正传 作者鲁迅 第三章 旭优胜纪略 然而 阿Q虽然常优胜 却直在蒙兆太爷打他嘴巴之后 这才出了名 他付过地宝二百文九钱 愤愤地躺下了 后来想 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 儿子打老子 于是 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 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 便自己也渐渐地得意起来 爬起身 唱着小姑霜上坟到酒店去 这时候 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 说也奇怪 从此之后 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 这在阿Q 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 而其实也不然 卫装通力 倘如阿七打阿八 或者李四打张三 向来本不算一件事 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 这才宰上他们的口碑 一上口碑 则打的既有名 被打的也就脱臂有了名 至于错在阿Q 那自然是不必说 所以这何 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但他既然错 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 这可难解 川早起来说 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 虽然挨了打 大家也还怕有些真 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 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劳一般 虽然与朱阳一样 同是畜生 但既经圣人下注 仙儒们便不敢妄动了 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 他最熏熏的在街上走 在墙根的阳光下 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脖捉狮子 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 这王胡又赖又胡 别人都叫他王赖胡 阿Q却删去了一个赖字 然而非常藐视他 阿Q的意思 以为赖是不足为奇的 只有这一部落腮胡子 实在太新奇 令人看不上眼 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 倘时别的闲人们 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 但这王胡旁边 他有什么怕呢 老实说 他肯坐下去 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家傲来 翻茧了一回 不知道以为欣喜呢 还是因为粗心 许多功夫只捉到三四个 他看到王胡 却是一个又一个 两个又三个 只放在嘴里 哔哔哔哔哔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 后来却不平了 看不上眼的王胡 尚且那么多 自己倒反这么少 这是怎样的 大师体统的事啊 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 然而竟没有 好容易才做到一个钟的 恨恨的塞在后嘴唇里 狠命一咬 批的一声 又不急王胡想 他赖窗疤快快通红了 将衣服摔在地上 吐一口唾沫 说这猫虫 赖皮狗 你骂谁 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 自己也更高傲些 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 还胆怯 独有这回却非常无勇了 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 也敢出言无状吗 谁人便骂谁 他站起来 两手插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吗 王胡也站起来 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 抢进去就是一拳 这拳头还未打到身上 已经被他抓住了 只一拉 阿Q亮亮呛呛 跌进去 立刻又被王胡捏住了辫子 要拉到墙上 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 阿Q歪着头说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 并不理会 一连给他碰了五下 又用力的一推 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元 这才满足的去了 在阿Q的记忆上 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见的屈辱 因为王胡以落三胡子的缺点 向来只被他奚落 从没有奚落他 更不必说动手了 而他现在竟动手 很意外 难道真如世上所说 皇帝已经停了考 不要秀才和举人了 因此赵家灭了威风 因此他们也便小却他了吗 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 远远的走来一个人 他的对头又到了 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 就是前太爷的大儿子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阳学堂 不知怎么又跑到东阳去了 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 腿也直了 辫子也不见了 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 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 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 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 捡去的 本来可以做大官 现在只好等刘长再说了 然而阿Q不肯信 偏称他假洋鬼子 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 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 暗暗的咒骂 阿Q尤其深恶而痛觉之的 是他的一条假辫子 辫子而至于假 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 他的老婆不跳地四回井 也不是好女人 这假洋鬼子进来了 托儿驴阿Q历来本指在肚子里骂 没有出过声 这回因为正气愤 因为要报仇 便不由地轻轻地说出来了 不料这托儿却拿一只黄气的棍子 就是阿Q所谓枯丧棒 大踏步走了过来 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 赶紧抽紧筋骨 耸了肩膀等候着 果然啪的一声 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 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 分辨说啪啪啪 在阿Q的记忆上 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 进而啪啪地响了之后 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 反而觉得轻松些 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 也发生了效力 他慢慢地走 将到酒店门口 早已有些高兴了 但对面走来了 静修安里的小泥屋 阿Q便在平时 看见一也一定要唾骂 而况在屈辱之后呢 他于是发生了回忆 又发生了嫡气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 原来就因为见了你 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地吐了一口唾沫 呃 呸 小泥姑全部踩 低了头只是走 阿Q走近一身旁 突然伸出手去摸着一心剃的头皮 呆笑着说 托儿快回去 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 尼姑满脸通红地说 以免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 阿Q看见自己的薰液得了赏识 便愈加兴高惨烈起来 和尚动得 我动不得 他扭住一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 阿Q更得意 而且为满足那些赏剑加起剑 再用力地一拧 才放手 他这一战 早忘却了王虎 也忘却了假洋鬼子 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 而且奇怪 又仿佛全身比啪啪的响了之后更轻松 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段子绝孙的阿Q 远远的听着小泥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哈 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 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第三章 序优胜纪律 完 这是为LiberFox.o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Liber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erFox.org的网站 阿Q正传 作者 鲁迅 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有人说 有些胜利者 愿意敌手如虎 如鹰 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 假使如羊 如小鸡 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 又有些胜利者 当克服一切之后 看见死的死了 降的降了 臣 诚惶 诚恐 死罪 死罪 他于是没有了敌人 没有了对手 没有了朋友 只有自己在上 一个 孤零零 凄凉 寂寞 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 然而我们的阿Q 却没有这样罚 他是永远得意的 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 惯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看了 他飘飘然的 似乎要飞去了 然而这一次的胜利 却又使他有些异样 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 飘进屠古寺 照例应该躺下便打憨 谁知道这一碗 他很不容易合眼 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 仿佛比平常滑腻些 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 黏在他纸上 还是他的纸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 断子绝孙的阿Q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 他想 不错 应该有一个女人 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 应该有一个女人 夫不孝有三 午后为大 而若熬之鬼哪儿 也是一件人生的大碍 所以他那思想 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 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女人 女人 他想 和尚动德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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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想 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Q在什么时候才大憨 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 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 女 他想 极子异端 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 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 伤是打紧闹亡的 周是包四弄坏的 秦 虽然史无名闻 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 大约未必十分错 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本来也是证人 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 但他对于男女之大方却历来非常严 也很有排斥异端 如小尼姑及假养鬼子之类的正气 他的学说是 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 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 一男一女在哪里讲话 一定要有勾当了 为诚挚他们起见 所以他往往怒目而逝 或者大声说几句诸心话 或者在冷屁处便从后面置一块小石头 谁知道他将到尔利之年 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 这飘飘然的精神 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 所以女人真可恶 即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 阿Q便不至于被鼓 又加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 阿Q便也不至于被鼓了 他五六年前 曾在戏台下的人从中 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 但因为隔一层裤 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 而小尼姑并不然 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 女 阿Q想 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 时常留心看 然而一并不对他笑 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 也时常留心听 然而 一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 哦 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 医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 这一天 阿Q在赵太爷家里冲了一天米 吃过晚饭 便坐在厨房里吸汗烟 躺在别家 吃过晚饭 本可以回去的了 但赵府上晚饭早 虽说定力不准掌灯 一吃完便睡觉 然而偶然也会有一些例外 其一是赵大爷未尽秀才的时候 准其点灯读文章 其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 准其点灯充米 因为这一条例外 所以阿Q在动手充米之前 还坐在厨房里吸汗烟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 洗完了碗碟 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 而且和阿Q谈闲天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了 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 吴妈 这小孤双 阿Q想 我们的少奶奶 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 女人 阿Q想 阿Q放下烟管 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 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叫 我和你困叫 阿Q忽然抢上去 对衣跪下了 一煞时钟 很寂然 安呀 吴妈愣了一息 突然发抖 大叫着往外跑 且跑且嚷 似乎后来带哭了 阿Q对了墙壁 跪着也发愣 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 慢慢的站起来 仿佛觉得有些糟 她这时 却也有些忐忑了 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带上 就想去冲米 砰的一声 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 她急忙回转身去 那秀才便拿了一只大竹杠 站在她面前 你反了 你这 大竹杠又向她披下来了 阿Q两手去抱头 拍得正打在指尖上 这可很有一些痛 她冲出厨房门 仿佛背上又灼了一下似的 汪八蛋 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 这样吗 阿Q奔入冲米场 一个人站着 还觉得止头痛 还记得汪八蛋 因为这话是卫装的乡下人 从来不用 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 所以格外怕 而印象也格外深 但这时她那女的思想 却也没有了 而且打骂之后 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 到反觉的义无八碍似的 便动手去冲米 冲了一会 她热起来了 又歇了手脱衣服 脱下衣服的时候 她听得外面很热闹 阿Q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 便机寻生走出去了 寻生渐渐的寻到 赵太爷的内院里 虽然在昏黄中 却变得出许多人 赵福一家 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 还有兼闭的邹七嫂 真正本家的赵白眼 赵思辰 少奶奶正拖着 吴妈走出下房来 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 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 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 邹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 夹些话 却不慎听的分明 阿Q想 哼 有趣 这小孤双 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 他想打听 走进赵思辰的身边 这是他猛然间 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 而且手里捏着一只大竹杠 他看见这一只大竹杠 便猛然间悟到 自己曾经被打 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 他翻身便走 想逃回冲一场 不涂这只竹杠 阻了他的去路 于是他又翻身便走 自然而然的走出后门 不多功夫 已在徒古寺内了 阿Q做了一会 皮肤有些起立 因为虽在春季 而夜间颇有余寒 尚不遗余赤膊 他也记得布山留在赵家 但倘若续取 又生怕秀才的竹杠 然而地宝进来了 阿Q 你的妈妈的 你连赵家的佣人都调戏起来 简直是造反 害得我晚上没有叫睡 你的妈妈的 如是云云的教训了一通 阿Q自然没有话 林默因为在晚上 应该送地宝 加倍九千四百文 阿Q正没有献钱 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 并且钉钉了五条件 一 明天用红竹 要一斤重的 一队 香一封 到赵府上去赔罪 二 赵府上请道士扶除异轨 费用由阿Q负担 三 阿Q从此不准 踏进赵府的门槛 四 吴妈此后堂有不测 为阿Q试问 五 阿Q不准再去 索取工钱和布衫 阿Q自然都答应了 可惜没有钱 幸而已经春天 棉被可以无用 便置了两千大钱 履行条约 赤伯磕头之后 居然还剩几文 他也不再熟沾帽 统统喝了酒了 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 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 可以用 留着了 那破布衫 是大半做了少奶奶 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 衬尿布 那小半破烂的 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 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完 这是为LibriFox.org 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有关Libri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riFox.org的网站 阿Q正传 作者鲁迅 第五章 生计问题 阿Q离弊之后 仍旧回到屠古寺 太阳下去了 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 他仔细一想 终于醒悟过来 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 他既得破架袄还在 便披在身上躺倒了 但张开眼睛 原来太阳又已经照在西墙上头了 他坐起身 一面说道 妈妈的 他起来之后 也仍旧在街上逛 虽然不比赤膊 只有切肤之痛 却又渐渐的觉得 世上有些古怪了 仿佛从这一天起 卫妆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 医们一见阿Q走来 便个个躲进门里去 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周七嫂 也跟着别人乱钻 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 阿Q很以为奇 而且想 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 这仓妇们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 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 其一 酒店不肯说欠了 其二 管屠古寺的老头子说些废话 似乎叫他走 其三 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 但却乎有许多日 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 酒店不说 熬着也罢了 老头子催他走 露宿一通也就算了 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 却是阿Q肚子饿 这尾时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情 阿Q忍不下去了 他只好到老乳固的家里去探问 但独不许踏进赵府的门槛 然而情形也异样 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 现了十分厌烦的相貌 像回复乞丐一般的咬手道 没有没有 你出去 阿Q欲觉得稀奇了 他想 这些人家向来少不了要帮忙 不至于现在忽然都无事 这总该有些蹊跷在里面了 他留心打听 才知道他们有事都叫小弟 这小弟是一个穷小子 又瘦又乏 在阿Q的眼睛里 位置是在王湖之下的 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 所以阿Q这一气 更与平常不同 当气愤愤的走着的时候 忽然将手一扬 喝到 我手指钢鞭将你打 几天之后 他竟在前府的罩壁前 遇见了小弟 仇人相见 分外掩明 阿Q便迎上去 小弟也站住了 畜生 阿Q怒目而视的说 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重置 好吗 小弟说 这谦逊 反使阿Q更加愤怒起来 但他手里没有钢鞭 于是只得扑上去 伸手去抓小弟的辫子 小弟一手护住了 自己的辫根 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 阿Q便将 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 护住了自己的辫根 从先前的阿Q看来 小弟本来是不足齿数的 但他近来挨了饿 又受又罚 已经不下于小弟 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 四只手拔着两颗头 都弯了腰 在前家粉墙上 映出一个蓝色的红形 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 看着人们说 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 看着人们说 不知道是解劝 是颂扬 还是山洞 然而他们都不听 阿Q进三步 小弟便退三步 都站着 小弟进三步 阿Q便退三步 又都站 大约半点钟 卫妆少有自敏中 所以很难说 或者二十分 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 额上便都流汗 阿Q的手放松了 在同一瞬间 小弟的手也正放松了 同时直起 同时退开 都挤出人从去 记着吧 妈妈的 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 记着吧 小弟也回过头来说 这一场龙虎动 似乎并无胜败 也不知道 看的人可满足 都没有发什么议论 而阿Q 却仍然没有人 来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温和 微风浮浮的 颇有些下意了 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 但这还可担当 第一倒是肚子饿 棉被 毡帽 布衫 早已没有了 其次就卖了棉袄 现在有裤子 却万不可脱的 有破甲 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 决定卖不出钱 他早想在路上 拾得一柱钱 但至今还没有见 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 忽然寻到一柱钱 慌张的四顾 但屋内是空虚 而且辽然 于是 他绝技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 要求食 看见熟食的酒店 看见熟食的馒头 但他都走过了 不但没有暂停 而且并不想要 他所求的 不是这类东西了 他求的是什么东西 他自己不知道 卫庄本不是大村镇 不多时便走近了 村外多是水田 满眼是新秧的嫩绿 夹着几个圆形的 活动的黑点 便是耕田的农夫 阿Q并不赏见 这田家乐 却只是走 因为他直觉的知道 这与他的求食之道 是很了远的 但他终于走到 静修安的墙外了 安周围也是水田 粉墙突出在新绿里 后面的低土墙里 是菜园 阿Q迟疑了一会 四面一看 并没有人 他便爬上这矮墙去 扯着河手乌藤 但泥土仍然速速的掉 阿Q的脚也锁锁的抖 终于攀着桑树枝 跳到里面了 里面真是郁郁匆匆 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 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 靠西墙是竹虫 下面许多笋 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 还有油菜枣筷子 芥菜已将开花 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Q仿佛文童落地似的 觉得很冤屈 他慢慢走进圆门去 忽而非常惊喜了 这分明是一起老萝卜 他于是蹲下便拔 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 又急缩回去了 这分明是小尼姑 小尼姑之流 是阿Q本来示弱草芥的 但事事须退一步想 所以他便赶紧拔起四个萝卜 拧下青菜都在大筋里 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 阿弥陀佛 阿Q 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 哎呀 醉过喝 哎呦 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 阿Q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 这不是 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 你能叫得他答应你吗 你 阿Q没有说完话 拔步便跑 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 这本来在前门的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 黑狗哼而且追 已经要咬着阿Q的腿 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 那狗给一下 略略一停 阿Q已经爬上桑树 跨到土墙 连人和萝卜都滚到墙外面了 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嚎 老尼姑念佛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 拾起萝卜便走 沿路又捡了几块小石头 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 阿Q于是抛了十块 一面走一面吃 而且想到 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 不如进城去 带三个萝卜吃完时 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第五章 生计问题 完 这是为LibriFox.o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Libri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riFox.org的网站 阿Q正传 作者鲁迅 第六章 从中心到末路 在卫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 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 人们都惊异 说是阿Q回来了 于是又回上去想到 他先前哪里去了呢 阿Q前几回的上城 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 但这一次却并不 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 他或者也曾告诉过管徒古寺的老头子 然而卫庄老历 只有赵太爷 前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 才算一件事 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数 何况是阿Q 因此老头子也就不替他宣传 而卫庄的社会上也就无从之道了 但阿Q这回的回来 却与先前大不同 却乎很值得惊异 天色江黑 他睡眼朦胧的 在酒店门前出现了 他走进柜台 从腰间伸出手来 满把是银的和铜的 在柜上一扔说 现前打酒来 穿的是新家傲 看去腰间 还挂着一个大大脸 沉甸甸的 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 卫庄老历 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 是与其慢也宁静的 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 但因为和破家傲的阿Q 有些两样了 古人云 试别三日 便当刮目相待 所以唐官 掌柜 酒客 路人 便自然显出一种 移而且静的形态来 掌柜 既先知以点头 又既知以谈话 阿Q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 发财 你是在 上城去了 这一件新闻 第二天便传遍了全卫庄 人人都愿意知道 现前和新家傲的阿Q的中心史 所以在酒店里 茶馆里 妙言下 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 这结果 是阿Q 得了新敬畏 据阿Q说 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 这一节 听的人都肃然了 这老爷本性白 但因为合成里 只有他一个举人 所以不必再惯性 说起举人来 就是他 这也不独在 卫庄是如此 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 也都如此 人们多以为 他的姓名 就叫举人老爷的了 在这人的府上帮忙 那当然是可敬的 但据阿Q又说 他却不高兴在帮忙了 因为这举人老爷 实在太妈妈的了 这一节 听的人都叹息 而且快意 因为阿Q本不配 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 而不帮忙 是可惜的 据阿Q说 他的回来 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 这就在他们将长凳 称为条凳 而且坚于用葱丝 加以最近观察 所得的缺点 是女人的走路 也扭得不很好 然而 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 机如 魅庄的乡下人 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 只有假羊鬼子 能够插麻将 城里 却连小乌龟子 都插得经熟的 什么假羊鬼子 只要放在城里的 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 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 这一劫 听的人都懒然了 你们可见过杀头吗 阿Q说 嗨 好看 杀革命党 哎 好看 好看 他摇摇头 将唾沫 飞在正对面的赵思辰的脸上 这一劫 听的人都凌然了 但阿Q又四面一看 忽然扬起右手 照着伸长脖子 听得出神的王狐的后巷窝上 直披下去道 咔 王狐 惊得一跳 同时 电光石火似的 赶紧缩了头 而听的人 又都悚然 而且欣然了 从此 王狐 运头 运脑的许多日 并且再不敢走进阿Q的身边 别的人也一样 阿Q这时在卫庄人眼睛里的地位 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 但未知差不多 大约也就没有什么与病的了 然而 不多久 这阿Q的大名忽悠传遍了卫庄的规中 虽然卫庄只有钱 赵 两姓 是大巫 此外 十之九 都是潜规 但 规中究竟是规中 所以 也算得一件神意 女人们见面时 一定说 周七嫂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筹裙 旧 固然是旧的 但 只花了九脚钱 还有 赵白眼的母亲 一说是赵思辰的母亲 代考 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羊沙衫 七成心 只用三百大钱 九二串 于是 衣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 缺绸裙的 想问他买绸裙 要羊沙衫的 想问他买羊沙衫 不但见了不逃避 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 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 问道 阿Q 你还有仇群吗 没有 沙沙也要的 有吧 后来 这终于从潜规传进深规里去了 因为 周七嫂得意之余 将一的绸裙 请赵太太去见赏 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 而且着实功为了一番 赵太爷便在晚饭桌上和秀才大爷讨论 以为阿Q实在有些古怪 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 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 也许有点好东西吧 嘉义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疲惫心 于是家族决议 便拖周七嫂即客去寻阿Q 而且为此新开了第三种的例外 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 油灯干了不少了 阿Q还不到 赵府的全眷都很焦急 打着喝歉 或恨阿Q太飘忽 或愿周七嫂不上紧 赵太太还怕他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 而赵太爷以为不足力 因为这是我去叫他的 果然到底赵太爷有见识 阿Q终于跟着周七嫂进来了 他只说没有没有 我说你自己当面说去 他还要说 我说 周七嫂气喘吁吁的走着说 太爷 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声 在眼下站住了 阿Q 听说你在外面发财 赵太爷夺开去 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 一面说 那很好 那很好 那很好的 这个 听说你有些旧东西 可以都拿来看一看 这也并不是别的 因为我倒要 我对周七嫂说过了 都完了 完了 赵太爷 赵太爷不觉失声地说 哪里会玩得这样快呢 那是朋友的 本来不多 他们买了些 总该还有一点吧 现在只剩了一张门幕了 就拿门幕来看看吧 赵太太慌忙说 那么明天拿来就是 赵太爷却不胜热心了 阿Q 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价钱绝不会比别家出得少 秀才说 秀才娘子忙一撇阿Q的脸 看他感动了没有 我要一见疲惫心 赵太太说 阿Q虽然答应着 却懒洋洋地出去了 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 这使赵太爷很失望 气愤 而且担心 至于停止了打赫钱 秀才对于阿Q的态度 也很不平 于是说 这妄八蛋要提防 或者竟不如吩咐地堡 不许他住在卫庄 但赵太爷以为不然 说这也怕要结院 况且 做这路生意的 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 本村倒不必担心的 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 秀才听了这庭讯 非常之以为然 便即刻撤销了 驱逐阿Q的提议 而且叮嘱周七嫂 请医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 但第二日 周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撒了灶 又将阿Q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 可是却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他这一劫 然而 这已经与阿Q很不利 最先 帝宝寻上门了 取了他的门幕去 阿Q说是赵太太要看的 而帝宝也不还 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 其次 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 忽而变相了 虽然还不敢来放肆 却很有远避的神情 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擦 的时候又不同 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般闲人们 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细 阿Q也并不会是 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 从此他们才知道 他不过是一个小角色 不但不能上墙 并且不能进洞 只站在洞外接东西 有一夜 他刚才接到一个包 挣手再进去 不一会 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 他便赶紧跑 连夜爬出城 逃回魏庄来了 从此 不敢再去做 然而 这故事 却与阿Q更不利 村人对于阿Q的敬而远之者 本因为怕结怨 谁料 他不过是一个 不敢再偷的偷儿呢 这实在是 思义不足为也已 第六章 从中心到末路 完 这是为LibriFox.o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有关Libri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riFox.org的网站 阿Q正传 作者 鲁迅 第七章 革命 宣统三年 九月十四日 即 阿Q将大连 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 三经四点 有一只大乌棚船 到了赵府上的河部头 这船 从黑漆漆中荡来 乡下人睡着熟 都没有知道 出去时将近黎明 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 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 知道 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 那船 便将大布鞍 宰给了卫庄 不到正午 全村的人心 就很摇动 船的使命 赵家 本来是很秘密的 但查房九四里 却都说 革命党要进城 举人老爷 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 唯有邹七嫂不以为然 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 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 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 其实 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识 在里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 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 见闻较为切记 所以大概该是一对的 然而 谣言很旺盛 说举人老爷 虽然似乎没有亲到 却有一封偿信 和赵家排了转折亲 赵太爷 肚里一轮 觉得与他总不会有坏处 便将箱子留下了 线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 至于革命党 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 个个白亏白假 穿着重振皇帝的素 阿Q的耳朵里 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 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 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 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 造反便是与他为难 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殊不料 这却是百里文明的举人老爷 有这样怕 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亡了 况且 卫装的一群鸟男女 慌张的神情 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吧 阿Q想 革这火妈妈的命 太可恶 太可恨 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进来用度酒 大约略略有些不平 加以五间 喝了两碗空度酒 欲加醉得快 一面想 一面走 便又飘飘然起来 不知怎么以来 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 卫装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 他得意之余 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 造反了 卫装人都用精锯的眼光 对他看 这一种可怜的眼光 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 一见之下 又使他舒服的 如六月里喝了血水 他更加高兴的走 而且喊道 好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我欢喜谁就是谁 嗔嗔嗔嗔 回不该 酒醉挫展了郑贤弟 回不该 呀呀呀 嗔嗔嗔嗔 嗔嗔铃嗔 我手指刚边将你打 照府上的两位男人 和两个真本家 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 阿Q没有见 昂了头直唱过去 嗔嗔 老Q 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嗔嗔 阿Q 阿Q料不到 她的名字会和老字连接起来 以为是一句别的话 与己无干 只是唱 嗔嗔 嗔里嗔嗔 老Q 回不该 阿Q 秀才值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 弯着头问道 什么 老Q 现在 赵太爷却又没有话 现在 发财吗 发财 自然 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 像我们这样穷朋友 是不要紧的 赵白眼 坠坠的说 似乎想叹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 你总比我有钱 阿Q说着 自去了 大家都 污然 没有话 赵太爷父子回家 晚上上了道点灯 赵白眼回家 便从腰间扯下大连来 交给他女人 藏在香笛里 阿Q 飘飘然的 飞了一通 回到土古池 酒 已经醒透了 这晚上 管辞的老头子 也意外的和气 请他喝茶 阿Q便向他 要了两个饼 吃完之后 又要了一只 点过的四两竹 和一个树灯台 点起来 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 他说不出的新鲜 而且高兴 烛火上原夜似的 闪闪的跳 他的思想 也蹦跳起来了 造反 有趣 来了一阵 白亏白假的革命党 都拿着板刀 钢鞭 炸弹 洋炮 三尖两刃刀 勾连枪 走过土古池 叫道 阿Q 同去同去 于是一同去 这时 卫庄的一伙鸟男女 才好笑呢 跪下叫道 阿Q 饶命 谁听他 第一个该死的 是小弟和赵太爷 还有秀才 还有假洋鬼子 留几条吗 王胡 本来还可留 但也不要了 东西 直走进去 打开箱子来 元宝 杨钱 杨沙山 秀才娘子 的一张凝视床 先搬到土古池 此外 便摆了前家的桌椅 或者 也就用赵家的吧 自己是不动手的了 叫小弟来搬 要搬得快 搬得不快 打嘴巴 赵思成的妹子 真丑 周七嫂的女儿 过几年再说 假洋鬼子老婆 会和没有辫子的 男人睡觉 嘿 不是好东西 秀才的老婆 是眼包上有疤的 吴妈长久不见 不知道在哪里 可惜脚太大 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荡 已经发了憨声 四两竹 还只点去了小半寸 红艳艳的光 照了她张开的嘴 呵呵 阿Q忽然大叫起来 抬了头 仓皇了四顾 带到看见四两竹 却又倒头睡去了 第二天 她起得很迟 走出街上看时 样样都照旧 她也仍然度饿 她想着 想不起什么来 但她忽然似乎有了主意了 慢慢地跨太步 有意无意地走到静修安 安和春天时节一样近 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 她想了想 且去打斗 一只狗在里面叫 她急急拾了几块断砖 再上去 较为用力地打 打到黑门上 收出许多马点的时候 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Q连忙捏好砖头 摆开马步 准备和黑狗来开战 但安门只开了一条缝 并无黑狗从中冲出 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 一大吃一惊地说 革命了 你知道 阿Q说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 革过一革挡 你们要革的 我们怎么样了 老尼姑两眼通红地说 什么 阿Q诧异了 你不知道 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 阿Q更起诧异了 那秀才和养鬼子 阿Q很出意外 不由得一错愕 老尼姑见她失了锐气 便飞送了关了门 阿Q再推时 牢不可开 再打时 没有回答了 那还是上午的事 赵秀才 萧细林 一直到革命党 已在夜间进城 便将辫子 盘在顶上 一早去拜访 那历兰 也不相能的 潜养鬼子 这是贤雨违心的时候了 所以 他们便谈得很投机 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 也相约去革命 他们想而又想 才想出 进修安里 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 是应该赶紧革掉的 于是 又立刻同到安里去革命 因为老尼姑来阻挡 说了三句话 他们便将一当做满政府 在头上 狠给了不少的棍子和利凿 尼姑带他们走后 定了神来检点 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 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做钱的一个宣德卢 这是阿Q后来才知道 他颇悔自己睡着 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 他又退一步想到 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 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吗 第七章 革命 完 这是为LibriFox.o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有关Libri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riFox.org的网站 阿Q正传 作者鲁迅 第八章 不准革命 卫装的人心日渐气安静了 据传来的消息 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 倒还没有什么大一样 支县大老爷还是元官 不过改称了什么 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 这些名目 卫装人都说不明白 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八总 只有一件可怕的事 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 夹在里面捣乱 第二天便动手捡辫子 听说那邻村的航船 七斤变了道 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 因为卫装人本来少上城 即使偶有想进城的 也就立刻变了计 碰不得这危险 阿Q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 一得这消息 也只得作罢了 但卫装也不能说是无改革 几天之后 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 早经说过 最先自然是茂财工 其次便是赵思辰和赵白衍 后来是阿Q 躺在夏天 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 或者打一个结 本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现在是暮秋 所以这秋行下令的情形 在盘变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阴段 而在卫装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 赵思辰脑后空荡荡的走来 看见的人大嚷说 革命党来了 阿Q听到了很羡慕 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变的大新闻 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 现在看见赵思辰也如此 才有了血样的意思 定下实情的决心 他用一只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 实力一多时 这才放胆的走去 他在街上走 人也看他 然而不说什么话 阿Q当初很不快 后来便很不平 他近来很容易闹脾气了 其实他的生活 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艰难 人见他也客气 店铺也不说要献钱 而阿Q总觉得自己太失忆 既然隔了命 不应该只是这样的 况且有一回看见小弟 欲使他气魄肚皮了 小弟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 而且也居然用一只竹筷 阿Q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 自己也绝不准他这样做 小弟是什么东西呢 他很想即刻揪住他 熬断他的竹筷 放下他的辫子 并且劈他几个嘴巴 了解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 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 但他终于饶放了 但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唾沫道 呸 这几日里 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 赵秀才本也想靠寄存箱子的渊源 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 但因为有简便的危险 所以也就终止了 他写了一封黄散阁的信 托假洋鬼子带上城 而且托他给自己少姐少姐 去进自由党 假洋鬼子回来时 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 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金上了 卫妆人都惊服 说这是配有党的顶子 抵得一个汉林 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扩 远过于他儿子出倦秀才的时候 所以目空一切 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 阿Q正在不平 又时时刻刻赶冷落 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 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 要革命 单说投降是不行的 盘上辫子也不行的 第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 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 城里的一个早已擦的杀掉了 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 他除去赶紧去和假洋鬼子的商量之外 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前复的大门正开 阿Q便怯怯的进去 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 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 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 身上也挂一块银桃子 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 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 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 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 对面挺直的 站赵白眼和三个闲人 正在毕恭毕敬的听说话 阿Q轻轻的走近了 站在赵白眼的背后 心里想招呼 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叫他想洋鬼子 固然是不行的了 洋人也不妥 革命党也不妥 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吧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 因为白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 所以我们见面 我总是说 洪哥 我们动手吧 他却总说到 No 这是洋话 你们不懂的 否则早已成功了 然而 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 他再三再次的请我上湖北 我还没有肯 谁愿意在这小宣城里做事情 哦 这个 阿Q后他略停 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 开口了 但不知道因为什么 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听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 杨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头 滚出去 杨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 先生叫你滚出去 你还不听吗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 不自觉的逃出门外 杨先生倒也没有追 他快跑了六十多步 这才慢慢的走 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 杨先生不准他革命 他再没有别的路 从此绝不能忘有白亏白傻的人来叫他 他所有的抱负 志向 希望 前程 全被一笔勾销了 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 给小弟王虎等被笑话 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 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 仿佛也觉得无意味 要仵面 为报仇起见 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 但也没有静放 他游到夜间 奢良玩酒 喝下肚去 渐渐的高兴起来了 思想里才又出现白亏白傻的碎片 有一天 他照例的混到夜深 待酒店要关门 才夺回徒古四去 拍 吧 他忽而听的一种异样的声音 又不是爆竹 阿Q本来是爱谈热闹 爱管闲事的 便在暗中直寻过去 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 他正听 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 阿Q一看见 便赶紧翻身跟逃 那人转弯 阿Q也转弯 既转弯 那人站住了 阿Q也站住 他看后面并无什么 看那人便是小弟 什么 阿Q不平起来了 赵 赵家遭抢了 小弟气喘吁吁的说 阿Q的心 砰砰的跳了 小弟说了便走 阿Q却逃而又停了两三回 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的人 格外胆大 于是 似乎许多白亏白打的人 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 戏剧抬出了 秀采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 但是不分明 他还想上前 两只脚却没有动 这一夜没有月 魅装在黑暗里很寂静 寂静到像西黄时候一般太平 阿Q站着看到自己发烦 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 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 箱子抬出了 戏剧抬出了 秀采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 抬了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 但他绝技不再上前 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 屠古寺里更漆黑 他关好大门 摸进自己的屋子里 他躺了好一会 这才定了神 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 白亏白亚的人明明到了 并不来打招呼 搬了许多好东西 又没有自己的份 这全是这两鬼子可恶 不准我造反 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 阿Q越想越气 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 独独的点一点头 不准我造反 只准你造反 妈妈的假扬鬼子 好 你造反 造反是杀头的罪名 我总要告一状 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 满门抄斩 擦擦 第八章 不准革命 完 这是为LibriFox 的N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有关LibriFox信息 或者提供志愿服务 请参看LibriFox 的NRG的网站 阿Q正传 作者鲁迅 第九章 大团圆 赵家遭抢之后 卫妆人大抵很快意 而且恐慌 阿Q也很快意 而且恐慌 但四天之后 阿Q在半夜里 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那时恰是暗夜 一队兵 一队团丁 一队警察 五个侦探 悄悄的到了卫庄 趁昏暗 围住土古词 正队门架好机关枪 然而 阿Q不冲出 许多是没有动静 把总交集起来了 悬了二十千的赏 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 口指余环进去 里应外合 一拥而入 将阿Q抓出来 直带清出 此外面的机关枪左近 他才有些清醒了 道进城 已是正午 阿Q见自己 被推进一所破崖门 转了五六个弯 便推在一间小屋里 他刚刚一列去 那用整株的木材料 做成的栅栏门 便跟他的脚跟合上了 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 仔细看时 屋脚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 却并不很苦闷 因为他那徒骨死里的卧室 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 更高明 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 渐渐和他都搭起来了 一个说是举人老爷 要追他祖父欠下的陈租 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他们问阿Q 阿Q爽力的答道 因为我想造反案 他下半天 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 道德大堂 上面坐一个满头剔的金光的老头子 阿Q移轻他和尚 但看见下面站一排兵 两旁又站十几个长山人物 也有满头剔的金光 像这个老头子的 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 披在背后 像那小羊鬼子 都是一脸横肉 怒目而视的看他 他便知道 这人一定有些来历 吸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 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 不要跪 长山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 但总觉得站不住 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 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 长山人物又笔一字的说 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你重拾招来吧 免得吃苦 我早都知道了 招了可以放你 那光头的老头子 看定了阿Q的脸 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吧 长山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 来头 阿Q糊里糊涂的 想了一通 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 为什么不来的呢 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羊鬼子不准我 胡说 此刻说 也迟了 现在 你的头脑在哪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 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 他们自己搬走了 阿Q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哪里去了呢 说出来便放你了 老头子 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 他们没有来叫我 然而老头子 使了一个眼色 阿Q便又被抓进 栅栏门里了 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 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旧 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 阿Q也仍然下了柜 老头子和气的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阿Q一想 没有话 便回答说 没有 于是 一个常山人物 拿了一张纸 并一支笔 送到阿Q的面前 要将笔塞在他手里 阿Q这时很吃惊 几乎魂飞魄散了 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 这回是初次 他正不知怎样拿 那人却又一指一出地方 教他画花呀 我 我不认得字 阿Q一把抓住了笔 惶恐 而且惭愧地说 那么便宜你 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 那手捏笔 却只是抖 于是那人替他将纸 扑在地上 阿Q覆下去 使尽了凭声的力 画圆圈 他生怕被人笑话 立志要画得圆 但这可恶的笔 不但很沉重 并且不听话 刚刚一抖一抖的 几乎要合缝 却又向外一耸 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 那人却不计较 早已勤了纸笔去 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 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 倒也并不十分懊恼 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 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 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 唯有圈而不圆 却是他形状上的一个污点 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 他想 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于是他睡了 然而这一夜 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 他和把总 呕了气了 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 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 把总进来 恨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 潘安打动了说道 乘一静百 你看 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 抢案就是十几件 全部破案 我的面子在哪里 破了案 你又来迂 不声 这是我管的 举人老爷 窘急了 然而还坚持 说是 倘若不醉赃 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 而把总却道 请便吧 于是举人老爷 在这一夜竟没有睡 但幸而第二天 倒也没有辞 阿Q第三次抓出架篮门的时候 便是举人老爷 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 他到了大堂 上面还坐照例的光头老头子 阿Q也照例的下了柜 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吗 阿Q一想 没有话 便回答说 没有 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 忽然给他穿上一件羊布的白背心 上面有些黑字 阿Q很气苦 因为这很像是戴笑 而戴笑是晦气的 然而同时 他的两手反复了 同时又被一直抓出牙门外去了 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棚的车 几个短衣人物 也和他同坐在一处 这车立刻走动了 前面是一班背着羊炮的兵们和团钉 两旁是许多张嘴的看客 后面怎样 阿Q没有见 但他突然觉到了 这岂不是去杀头吗 他一急 两眼发黑 耳朵里 然而他又没有权 有时虽然急 有时却也太然 他一丝之间 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 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还认得路 于是有些诧异了 于是有些诧异了 怎么不向阀场走呢 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 在示众 但即使知道也一样 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 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 要示众罢了 他醒悟了 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 这一定是擦的去杀头 他往往的向左右看 全跟蚂蚁似的人 而在无意中 却在路旁的人众中 发现了一个吴妈 很久远 一原来在城里做工了 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 竟没有唱几句戏 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 在脑里一回旋 小孤双上坟欠堂皇 龙虎斗里的毁不该 也太乏 还是手指钢鞭将你打吧 他同时想将手一扬 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 于是手指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阿Q在百忙中 无视自通的说出半句 从来不说的话 好 从人众里 便发出豺狼的嚎叫一般的声音来 车子不住的前行 阿Q在喝彩声中 轮转眼睛去看吴妈 似乎一一一向并没有见他 却只是出神的看兵们背上的羊炮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 他的思想 又仿佛旋风似的 在脑里一回旋了 四年之前 他曾在山脚下 遇见一只恶狼 永世不近不远的跟定他 要吃他的肉 他那时 吓得几乎要死 杏尔手里有一柄砍柴刀 才得仗这壮了胆 支持到卫庄 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 又凶又怯 闪闪的像两颗鬼火 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 而这回 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 更可怕的眼睛了 又钝又锋利 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 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 永世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 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 他早就两眼发黑 耳朵里嗡的一声 觉得全身仿佛微沉似的蹦散了 至于当时的影响 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 因为终于没有追赃 他全家都耗了 其次是赵佛 非特秀才 因为上城去报官 被不好的革命党捡了辫子 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 所以全家也就耗了 从这一天以来 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 已老的气味 至于舆论 在卫装事无意义 自然都说阿Q坏 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 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 他们多半不满足 以为枪毙并不杀头这般好看 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求和 游了那么久的街 竟没有唱一句戏 他们白跟一趟了 1921年12月 第九章 大团圆 完 阿Q正传 作者鲁迅 全书完 明镜需要 Gerry 扫作人 扫作人 绁片 词 究竟 衝 ski 词 词